针对新旗北京天安门发生的吉普车刻意冲撞行人 造成无死38伤事件 北京市公安局稍早前宣布侦破 北京警方宣称 肇事三人是一家三口 包括乌斯曼·爱山以及他的妻子和母亲 三人都在事件中身亡 北京警方并表示 在乌斯曼·爱山等人住处 搜出圣战旗帜、长刀等物品 并另外逮捕5名维吾尔人 北京当局将此案定调为 经过严密策划 有组织、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